这一期我们继续讲暴力杰克 七天史篇 上期讲到 如月汉尼带着自己的七个好姐妹 前往关东 为了调查自己失散多年的哥哥下落 其中的神奇和闪光汉尼 解救了被暴徒控制水源的村子 另一边可爱和偶像汉尼 在另外的地方搜查 但是周围都是废墟 麻痹也不好走 最终他们打算在一个废弃的村庄休息 正在他们升起火堆休息的时候 附近传来了声音 两人立刻戒备了起来 这时引起声音的人主动走了出来 原来是少年杰克 这时偶像汉尼再次拿出了飞鸟的画像 少年杰克先是沉默一下 在汉尼的逼问下 说关东谁都知道这个人 可谁也不会回答 并且说如果谁回答的话 就会像这里一样 所有的人都被杀死 随后汉尼不再追问 只是确认目标是否还活着 少年杰克只是说 命还是在的 就是状态也不能说算活着 如月汉尼这边再次做了噩梦 这一次他梦到了龙君 王城 还有他的哥哥 以及向他袭击的巨大怪物 正在和飓风聊天的时候 直升机的底下 恰好发现了路过的龙君 和汉尼的梦一模一样 在法西汉尼这边 一个西部风格的小镇 当进入酒馆的时候 突然有人袭击了他 老板替那个人道歉 他说这里的人经过地震后 都是酒精中毒的疯子 随后法西汉尼拿出了飞鸟的照片 这时酒馆的角落有人搭话 他说可以帮忙占卜 随后法西汉尼给了占卜师照片 占卜师说这个照片不对 这个人已经成为青年 虽然活着但十分痛苦 酒馆老板压根不信 为了证明自己 詹卜师给法西汉尼一个水晶球 说可以用自己的超能力 来让法西汉尼看到飞鸟 詹卜师把水晶球放到桌上 出现了飞鸟的影像 飞鸟当初和美术流浪了好久 来到了贫民王开的餐厅工作 就是最早 杰克带着城马龙 吃饱饱餐的那家 这天是贫空王来这里视察的日子 因为美术和贫鸟 一直都在流浪的关系 所以当初他们认为 提供这份工作的贫空王是好人 并且心怀感激 想要看一下恩人长什么样子 夜晚贫空王的车到达餐厅 飞鸟看到贫空王本人 感受到的只有恐惧 就像恶魔一样 夜晚美术担当传赛员 被贫空王看中 活美子提议 让美术也成为贫空王的爱人 飞鸟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 美术也很害怕 飞鸟决定带着美术出逃 随后他们再次开始流浪 贫空王也派出龙军搜索他们 最终飞鸟和美术还是被龙军发现抓回 法西汉尼突然回过神来 四周的人们已经完全消失 酒馆也如同废墟一样 出了酒馆 法西汉尼碰到了宇杰克 宇杰克说 给他看到的就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如果想知道飞鸟现在的情况 就去魔王城 如月汉尼和飓风这边 跟随着龙军来到了魔王城 这时飞鸟也看到了梦中 来救自己的如月汉尼 如月汉尼也看到了自己的哥哥 不过当看到自己哥哥当前状况的时候 给了他很大的冲击 贫鸟库王和活美子也来到了这里 因为活美子的预言 贫鸟库王对这些天使也十分感兴趣 如月汉尼这边对于自己哥哥的遭遇十分愤怒 他下定决心要干掉贫鸟库王 哪怕花掉自己所有的财产 夜晚如月汉尼再次做了噩梦 梦到了自己的哥哥四肢被砍 贫鸟库王这边也查到了 如月汉尼所在地 玉田机场 龙军也开始出动 准天早上 这时可爱汉尼带来了 神奇汉尼传过来的通讯 贫鸟库王的龙军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并且有大量的重军火武器 因为神奇和闪光汉尼 已经来不及回去 让他们立刻起飞 离开这里 通讯的时候 发现了敌人的武装直升飞机 军船和法西汉尼已经将飞机开动 马上就要起飞 不过武装直升飞机还是追了上来 当发射导弹的时候 突然一束光冲了过来 将导弹拦截 这个光芒就是少年杰克 他可以化作光阴 贫鸟库王以为汉尼们已经被消灭 不过这时空中传来了声音 大型运输机从贫鸟库王的头上飞过 杰克是分惊慌 因为火没死还在魔王城 这架运输机不只能运输 还有轰炸的功能 只是一瞬间 魔王城就被炸烂 正当贫鸟库王气到要杀掉飞鸟的时候 杰克拦在了贫鸟库王面前 贫鸟库王大怒 他认为杰克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是认为魔王城被毁 自己的内心会出现动摇 换句话说就是捡便宜来的 两人直接开始交手 杰克一匕首就把贫鸟库王帽子的脚斩断 随后挡住了贫鸟库王的侧披 不过匕首被砍断 杰克直接上手一通连击 随后就是双方护翁 远处看去就像是龙和狮子在争斗 贫鸟库王抓住机会一个挑战 本来以为是拿就稳 没有想到杰克的匕首恢复 这简直耍赖啊 随后一脚踹飞 贫鸟库王的胸甲都被打得有裂痕 没等他起来再次补上一脚 战争杰克想要结果贫鸟库王的时候 龙军冲了过来 随后杰克消失不见 红梅子也来到了这里 因为这次事件早有预言 所以提前撤退 这时贫鸟库王的盔甲裂痕也消失不见 看来刚刚是杰克的幻术 影响了贫鸟库王 红梅子认为那七位天使一定会再次到来 带着更猛烈的攻击 七天使片晚安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赞支持一下哦 我们下期再见